佛王主持圣明在这边说话 首先要感谢神能够将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起学习独一真教会的教义 这个教义是教会里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知道今天书教会是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成立的 是由圣灵创立真教会 所以教会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我们很幸运很有福气 我们能够经由受洗进入这个真教会 神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生在这个真教会里了 圣经上说走一个身体 请看哥罗西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五节 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们是被蒙召归为一体 我们是被蒙召归为一体的 我的圣经上的版本也说要常常感谢 在全世界白衣人口当中 我们竟然被神拣选 所以每当我们想到我们能够身为独一真教会中的一员 我们就要感谢 所以当我们感谢的时候 我们就更有能力想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到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 因为我们以蒙神拣选 这是我的心态 我们又把自己看作比别人更优秀 即使我在未信者当中 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 我应该要分享这个福音 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救恩的福音 所以我们是真教会 真耶稣教会中的一员 所以当我们在外面跟朋友 或者是同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已经被蒙拣选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我相信若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的信心就是相信独一真教会的信心 就会更坚固 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教会 我们有责任让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同时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不要变成他们当中的一个 这样的小心并不是说变得很骄傲 而是帮助别人 也帮助自己来相信这个得救的福音 在我开始讲解读音真教会的时候 我想要先跟大家仔细地看一下 救援当中的几个词汇 当我们在看救援的时候 我们知道彼得他曾经说过这些先知 他们曾经问到这个救恩 请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1 Peter chapter 1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一章 10到12节 verse 10 第10节 彼得前书一章 11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第12节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第10节讲到会到来的救恩 会来到我们 这边表示指说 会来到早期的使徒教会 以及我们 现在 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说 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这件事 我们知道在旧约有很多的预言 很多的预言其实指着就是救恩 基督的作为 还有教会 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经文的时候 你会看到旧约中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讲教会 特别是末世的真教会 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在旧约当中可以提出一些证明 教会根据保罗所说 根据在使徒行传所言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二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这边讲到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是用基督耶稣 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我们知道这样的救赎 是在洗礼的当中发生 洗礼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 才能够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任何人想要在神的教会 在真的教会里 就必须接受正确的洗礼方式 因为我们相信在洗礼当中 有圣灵的同在见证 这样的洗礼才会赦罪 那这个人他还能够成为 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知道今天 真耶稣教会的洗礼 是根据圣经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 信仰有信心 神也在洗礼当中展现他的大能 向我们确认说我们所施行的洗礼是正确的 所以这是我对教会的教训有的信心 今天我来到真教会并不是因为我会得到很多的钱 是因为我经由洗礼进入教会 你会发现教会跟洗礼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我没有经由正确的洗礼 我没有办法成为教会的一部分 我想这是我们心里要牢记的一个观念 我们请看诗篇 Psalms 74 10 第74篇 10 第74篇 我们请看第二节 Chapter 74 10 第74 第2节 Remember your congregation which you have purchased the world The tribe of your inheritance which you have redeemed This Mount Zion where you have dwelt 第二节 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 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之派的 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 We always say that Zion prefigures the church Or is a reference to the church 我们常常说习安预表着教会 Now if you look at the verse here 如果您看这一节 Here it says that you know This Zion is a place where God dwelt 如果您看这一节 他说到习安是你向来所居住的 And Zion is also redeemed by God 而且习安也是经由神所赎回来的 Is the inheritance of God 是神的产业 It's like a congregation which God has purchased in the ancient time 那古时候神所赎来的会众 So quite clearly here is a reference to the church 所以很清楚地这边表示教会 You find that this idea Mount Zion i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Old Testament scriptures 你会发现在旧约的经文当中 常常有这样习安山的观念 It does not refer to a physical mountain It refers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m God has purchased 这个习安山并不是角色这个物质世界实际上的山 而是一群人用神的宝血所赎来的 Please turn to Isaiah chapter 51 请看以赛亚书第51章 Isaiah chapter 51 We read verse 16 Isaiah chapter 51 verse 16 Isaiah chapter 51 verse 16 And I have put my words in your mouth I have covered you with the shadow of my hand That I may plant the heavens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rth And said to Zion You are my people I will send my words to you Ung我的手影遮蔽你 We要裁定朱天 Lay定地基 You doi xi an说 Ni is我的百姓 Now the first part of the verse Talks about You know The power and the wonder of God In creation 在这一节的前半段 讲到神在创造的大能 We find that the focus The universe is so vast The focus of God is on Mount Zion And you发现 这个宇宙多么的大 但是神 却将重点 放在这个西安 And he said to Zion You are my people 他又对西安说 你是我的百姓 It's like God has excluded All the other nations 就好像神排除了 其他所有的国 He only looks at Mount Zion His people 他只专注看在这个西安 就是他的百姓 Because Zion has been Redeamed by God 因为西安已经为神 所赎来了 Likewise Today we are the church We have been bought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就像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是由神的保血 基督的保血所买来 所以神的所有专注力 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他感谢 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 我们请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Hebrews chapter 12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We read verse 22 第二十二节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22 西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二节 But 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 And to the city of the living God The heavenly Jerusalem To an innumerable company of angels 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verse 23 二三节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who are registered in heaven To God the judge of all To the spirit of just men made perfect 二三节 有名录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verse 24 To Jesus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covenant and to the blood of sprinkling that speaks better things than that of Abel 二十二节 Being新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verse 22 Talks about Mount Zion 二十二节讲到西安山 The city of the living God 神的诚意 The heavenly Jerusalem 以及天上的耶路撒冷 Mount Zion according to Hebrews here is the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The Chinese says is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firstborn 那西安山在这边 是说到是 在二十三节 哦 二十三节 讲到是 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In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那在英文的翻译 是说 是长子的教会 我们知道在洗礼之后 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 在旧约的时代 这个长子 必须要献给神 因为长子本来 就是属于神的 今天我们被为神的血所属 所以我们属于神 所以在这篇圣经上说 我们是长子的教会 中文圣经是说 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但是其实 长子的教会 这样子更为正确 所以西安山 是长子的教会 那我们也说到 永生神的诚意 也是教会 22节用三个 不同的名词来形容 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以及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这三个名词 都是在指向 教会 所以当您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看到神的诚意 或者是永生神的城 您就要记得 这个是指的是教会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诗篇 我们看诗篇 第46篇 诗篇第46篇 诗篇第46篇 第四节 第四节 这边讲到神的诗篇 这边讲到神的城 这个城是受神的 和所滋润 这个至高者所居住的圣所 就是在这个神的城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就是指的是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呢 有神的灵同在 那既然有神的灵 自然就有神 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 这边也讲到第二个名词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这个也指的是教会 我想保罗有讨论过这样的观念 我们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四章 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二十六节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我们知道这边保罗他讲的是 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是撒拉 根据保罗 这个撒拉他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因为他生了这个应许之子 今天我们也是应许的孩子 就像以撒曾经似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指的就是教会 我想其实在启示录当中有提及 we turn to Chapter 21 Revelations Chapter 21 We read Verse 2 Chapter 21 Verse 2 二十一章第二节 Then I, John, saw the holy city,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God prepared as a bride adorned for her husband 第二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We know that the church is the bride of Christ 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妇 Here it says that this holy city or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is the bride of Christ who has prepared herself who is ready to be married to Jesus Christ 我们这边看到第二节所说 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四节 这边讲到耶稣的血 对我们来说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那个血在那里 今天当你想想看洗礼的时候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是受洗进入了基督的身体 根据保罗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经由他的血使罪得赦 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施洗的时候 他们是经由施洗 进入了基督 在洗礼的当下 赦罪 同行斥行 我们请看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想这边 我要讲的这一节 中文翻译没有很正确 我们来看英文的翻译 第七节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七节 我们来看英文的翻译 它一开头讲到 in him 就表示说 在耶稣里 但是中文说 借这爱子 好像是 依靠这爱子 其实跟英文不大一样 那英文翻译说 in him 在他里面表示说 你必须要进入耶稣里面 才能够有这样的赦罪 那我们要怎么样 在他里面呢 圣经上讲说 我们要经由洗礼 能够进入基督里 因此我们才能够 得蒙救赎 经由他的血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 基督的宝血 就属灵上讲 基督的血 就是在教会里 因为我们有圣灵 所以我相信教会是个像活的生物 它会成长 然后会拓展 因为神的灵在这里 如果今天您去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施洗 你会发现基督的血 不在那里 因为他的灵 不在那里 今天我们非常地有福气 灵在这里 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个真教会 然后他的宝血 也在这里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哥罗西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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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节 这一节中文的翻译 还比较正确一点 我们在爱子里 中文是说 我们在爱子里面 这边的翻译 跟英文比较相似 他这边说到 在爱子里 就是在耶稣里 我们得蒙救赎 如果我们没有 经由正确的洗礼 进入基督 我们就没有被救赎了 所以我相信 如果要这个洗礼 有功效 能够赦罪 必须要从基督的身体里面做 所以这个施洗的人 必须要从神的真教会里 派出来的 因为神的教会有圣灵 只有一个身体 如果灵在这里 那我们不可能说 这个灵也在另外一个身体里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灵在我的身体里 我不能说 我的灵也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不是正确的 既然只有一个身体 只有一个灵 如果这个灵在这里 那我们就是唯一的 不是吗 好 我们现在想一个 我们知道灵是无限量的 保罗说 保罗说只有一个灵 即使这个灵是无限量 但是保罗只说 只有一个灵 帮助我们了解的话 这个灵是住在 在这一个身体里 我们无论用我们的想象力 如何的想象 我们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灵给量化 你可以发现 保罗是从神那里 得来的智慧 能够了解这一点 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向我们解释 只有一个灵 一个身体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三节 1st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 13 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 For by one spirit we a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好 第十三节 我们不拘是 我们直接看后半段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one spirit 这边说到 一位圣灵 将我们受洗 让我们成了 一个身体一部分 所以这边 其实讲得很清楚 只有一个身体 也就是 只有一个神的教会 我们再回到 为旧约当中的 一些名词下定义 我们知道 神的城表示教会 西安也是教会 或者是当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也是指教会 有时候当提到 亚各也是指信仰团体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五章 第七节 第七节 以赛亚书5章7节 万君之主神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道有暴虐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冤生 这边讲到万君之神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是雅各的家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我们知道在诗篇当中 当提到犹大人 指的就是习安 我们请看诗篇第七十八篇 诗篇第七十八篇 我们请看第六十八节 诗篇第七十八篇 第六十八节 六十八节 却拣选犹大之派 他所喜爱的习安山 所以犹大就是指的习安山 那习安又指的是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以色列家 雅各家 或者是犹大的家 就是指教会 You know sometimes Zion and Jerusalem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我们知道 其实有时候 习安或者是耶路撒冷 常常交替使用 We turn to Zechariah 我们请看 Zach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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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Zach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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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主神的山 必称为圣山 这边说到西安 以及耶路撒冷 万君之主神的山 以及圣山 这几个名词指 都是指教会 所以当您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 当您看到这几个名词 就要记得 这边指的是信仰的团体 所以如果您不先将这些名词 下定义的话 当您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会觉得 看不大懂 再给您看一个例子 以赛亚书第25章 请看以赛亚书第25章 请看第6节 以赛亚书说 他会做一些奇妙的事 那他要做什么呢 第7节 他又必在这山上 除灭遮盖外民之物 和遮蔽帽子 那这个帕子指的是什么呢 第8节解释到 他会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你发现这个死亡会从这个世上永远地除灭 这个死亡要如何被吞灭呢 根据新约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他战胜了死亡 我们今天要如何让耶稣 为我们战胜死亡呢 就要从他的圣山 就是神的教会里出 所以圣经上说 神的教会会战胜阴间 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 不是只是世上的一个机构 我们讲的是神的权柄跟这群人同在 然后可以战胜死亡 所以在这个圣山上 这个死亡会被吞灭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将来复活的希望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 我们将来就会见到祂的面 因为死亡已经在这山上 为了我们所吞灭了 我们岂不要向神 世上最诚挚的感谢吗 每当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要好好感谢神 因为我们在基耶稣教会里面 因为死亡没有隶属之地 没有办法管辖我们 因为我们在圣山上 因为神的能力已得自由 我想在教会里出生长大的 我们从前辈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 与道理 我们常常听到前辈说 这是教会可以吞灭死亡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听过这样的道理 是真的 如果您有机会到开拓区 我们会跟基督徒来传教 我们专门向基督徒传教 感谢因为神的能力 他们来到真耶稣教会 有时候我们会问他们 你为什么来到真耶稣教会呢 他会告诉我们 因为这个教会有真理 有圣灵同在 所以他们会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教会有信心 我们在下课之前 先跟您分享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在现今 有很多 对我们的信仰 有很多挑战的问题 说实话 有时候连我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但是我却不会背弃基督耶稣 因为我知道这是真教会 我知道这个答案中有一天会被揭晓 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如果您有这样的了解 然后继续坚守我们的信仰 考察圣经 或者是与神的工人讨论 你就会得到答案 当你得到答案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会更坚强 因为你已经有坚固的根基了 你来相信这个信仰 并不是因为听到谁谁谁说什么什么 你来相信是因为 你自己思考过这个信仰 这样的信仰才是成功的 我们不怕任何的问题 我们所害怕的是 很多人他会背弃他的信仰 因为他们被挑战 然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然后就说真耶稣教会不是真的 但是圣经上说 神的智慧是在教会里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三章 我们请看第十节 以弗所书三章 以弗所书三章十节 为了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就是神百般的智慧 会借着教会让人知道 神已经给我们智慧了 神百般的智慧是跟着教会在一起的 所以当你面对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在寻找答案的时候 同一时间向神祷告 这是我的经验 当我得到答案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信仰更强壮 当我那个时候 我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 真理是在教会里 没有人可以打败真理 我们一起末道